哈喽大家好,我是刘二手,其实想回来说,想回来说到我跟那个小伙子阿荣,和我们俩一块,那两天同风啊,他一直挺照顾我的,其实我心里面也挺感激,然后另外心里面呢,有点不安啊,因为在澳门这个地方啊,有人无视显殷勤,一定要小心谨慎啊 完了那天呢,我们呢,就感觉好点了,然后那个,就一块去菜市场了,那个时候呢,那个阿荣呢,说他没有什么名了啊,后来我说没事,我这有,我呢,给了他5K,然后我就跟他说,一会儿呢,你就去推,然后呢,我呢,跟着你一起推,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感觉,你想推红就推红,你想推蓝就推蓝, 然后我就跟着你推,啊,就等于我拿他当正灯了,那个时候这个小伙子呢,他不太理解,他说这是什么玩法,我问你,你就甭管了,啊,反正你推啥,我就跟着你推啥,啊,黑了明天也不,也,你也,你也不用负责,这5K是我的,你黑了就黑了, 那个时候呢,怎么说呢,既然选定他了嘛,我也没想过,结果呢,那5K呢,他也黑完了,我跟他呢,黑了就有三个多W,这一下呢,他看把我这5K黑完了呢,他也挺不好意思的,然后我呢,想再给他点,然后再跟着他推, 所以,但是一想算了,啊,那个时候就说,那个,哎,我就说,我洗白了,洗白了,然后那个,那个时候呢,我们也折腾了一天,也没怎么吃饭, 然后呢,他说,没事,哥,我去找点钱去,然后呢,哎,我想给他叫回来,但是他就走了,然后他就,过了大概得有那么,两三个小时,啊,他才给我回话,说,哥,你在哪呢,我说我在这个,新普京门口,但是他坐着呢,哦,他说,那行,那我去找你,然后那个, 他呢,他呢,那会呢,拿了500块钱,说,哥哥,咱俩先吃饭去吧,我说,那你钱哪来的,他说,那个什么,他就是,他跟我是这么说的,那会儿我们俩先去找了个小的茶餐厅,啊,先吃点饭, 他跟我说,他去那个贵宾厅里头,去找那个,就是投注比较大的那些大哥,啊, 就在旁边跟人叫好,啊,他说,他头一次呢,找了一大哥,啊,那大哥呢,是东北的,啊,每次推呢,都能推三五个打不了,啊,那大哥呢,起初呢,他说,看着那大哥黑了两百个, 然后呢,慢慢的呢,那大哥就把那两百多个打回来了,然后就开始红了点,然后这个,叫阿荣这小伙子呢,就是给那大哥,又给那大哥倒水,又给那大哥点钱, 呀,然后那个,给大哥叫好,大哥呢,折腾半天,大哥也一分钱没给他,啊,然后那个,啊,旁边又来一女的,啊,那女的,其实也一般,长得不是说特别好看,后来那女的呢,跟那大哥做一块,有说有笑的,那大哥给那女的两K, 小费,小费,后来阿荣呢,觉得挺生气,啊,你那呢,我这给你忙完半天,一分钱没给我,一个女的来了,你就给他, 后来呢,他又换人了,又换了别的那个贵宾厅,啊,又给同样,无法抛制,给人大哥叫好,啊,给人大哥倒水, 给人大哥站在旁边,给大哥那什么,就是,就是当一个麻烦,或者说说的更难听点,当一个碎碎, 后来这大哥呢,给了五百,给了五百呢,他就,就找我来了,啊,就说咱们也没吃饭, 二手哥咱一块吃点饭,当时呢,说实话,挺感动,啊,就是说,当时那会儿呢,就是说, 你想,咱妈哥这些年,你说谁在乎过我,谁这么在乎过我死活,啊,我最难的时候呢, 也是自己一个人扛起来的,嗯,现在呢,就是说,犯了痛风了,啊, 是这么一个陌生人,啊,就是素不相识,萍水相逢, 那么一陌生的这么一小兄弟,愿意这么去帮我,当时呢,我挺感动的, 然后呢,我就觉得,要不然我跟这小小兄弟一会儿干点事,啊, 后来我说,哎,哎,兄弟,我说,我说,看你挺踏实,稳重的一个人, 你怎么会,来到澳门呢,呢,他说,他说,那个什么,那个,嗯,就是家里头啊, 也是他之前家里头有点事,就是父母啊,离了婚了,啊, 然后又各自成立了新的家庭,然后又各自又有了, 就是成立新的家庭之后,各自又有了孩子,啊,就是他把他妈离婚了, 他妈呢,又嫁了个老公,他妈跟新家的老公呢,又有个孩子, 他爸又娶了一个老婆,又跟新娶的媳妇又有个孩子, 等于他就很尴尬,啊,其实,这个, 其实说实话,我这么一说这个事儿呢,大家可能觉得,哎,天风夜谭啊, 或者说,哪有那么巧的事儿,他事实上这种事儿挺多的, 而且,嗯,你不在他那个位置上, 你体会不到他心里的那个心酸,啊, 我就觉得,哎呀,太不容易了,然后那个, 他就是从家里出来了,啊,从家里出来到珠海, 然后去打工,嗯,然后,就是休息的时候呢, 就是抱了个团,就是那个,澳门一日游, 跟着旅行团来的,说当时那个旅行团收了他两百多块钱团费, 给他带进来玩了一天,当天他跟我说,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,也是被团里头带到那个, 威尼斯人,他用七百多块钱,打到了四个TB, 然后当天打到四个TB,其实当时他说他还能带红敏, 但是那会儿导游呢,就是说让鸡合了,啊, 说得,因为就一日游嘛,当天就得回去嘛, 他就是,就走了,回去了, 然后,但是这次红敏的经历呢, 让他念念不忘的,所以他就是, 因为这一次呢,他就,哎, 一有点钱呀什么,就来马哥, 哎,我问他现在总成绩怎么样, 他说总成绩黑了二十几个W, 那,哎, 后来那个时候呢, 我对他的经历也感觉,哎呀, 挺同情, 也特别能理解他为什么能这么对我好, 其实,怎么说呢, 越是吃过苦的, 越是那个, 在命运当中遭遇过很多不幸的人, 他们越是见不得别人的不幸, 越是热心肠, 不希望自己周围的人再经历自己的不幸, 所以呢, 这些人往往总是牺牲自己, 也要成全别人, 啊,其实这个, 说实话也挺可怜的, 本来自己就够不幸的了, 还不想着怎么让自己能好起来, 其实按理说, 应该是这种人应该, 活得自私一点吧, 嗯, 后来那个, 但是这种人往往还特别无私, 老为别人着想, 哎, 命运不公平, 那个时候呢, 我觉得这个人可以, 啊, 就是说最起码那些年呢, 我在澳门就说, 这个小兄弟呢, 就是说我觉得人品不错, 挺善良的一个人, 啊, 嗯, 我就, 心里头呢, 一直有一个计划, 就是, 一直想找几个人一块在妈哥呢, 真真正的赶一票打, 那个时候呢, 我就是没有, 没有找着合适的人, 就是想组建自个的一个团队, 干点事, 但是也没找着合适的人, 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可以, 我就说, 那咱们要不然一块合伙, 我挣点钱, 干票大的, 他说干什么呢, 我说就在妈哥, 然后他说, 二手根你有什么计划, 那个我说, 这个计划可能有点风险,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, 他说那你说得听听, 我说行, 当时我就打算把我的计划呢, 跟他说一说, 今天的视频呢, 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啊, 具体什么计划, 下个视频我继续给大家讲, 拜拜,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